面中可以看到 小黄瓜轻轻触碰刀刃 马上被削成了一小块 锋利的武士刀不止这一把 摆在桌上的55把武士刀 全都已经开封 这是被基隆海关查扣的 一批非法刀蟹 里面甚至还有 日剧里德川家康的武士刀 我们听一下警方稍早的说法 这批刀是从大陆进口货柜 海运进口货柜进来的 它如果是没有开封的 它是可以申请进口的 合法申请进口的 这批货物当初是 以工艺刀的民意进口 但是基隆海关开箱检验 却发现是一堆开封的武士刀 一次发现55把 也是海关近几年来 查扣到数量最大的武士刀 让查记人员打开眼界 这批武士刀杀伤力惊人 警方怀疑进口商的动机 并不单纯 将持续追查来源跟进口的用途 目前全案已违反 枪炮弹药刀谢管制条例 韩宋金龙地检署侦办 服务律定案 某厌 驾驶 以这间 都可以 试过